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的VoE 那么在上几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计算数据Computed还有Watch 知道了我们这个VoE是怎么监控我们的数据的 当我们数据一变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逻辑操作 可以我们自己写一些逻辑操作放到这里面去 那我们也知道了这个Computed和Watch的一个区别 那么也通过例子来展示了一下 它俩在哪个场景去使用它 那接下来的过程中 你们还是要在日常开发的项目过程中 去注意一下我们什么时候使用这个Watches 什么时候使用Watch 什么时候使用Computed 这个我们都需要去体会 那么这些课我们要学习筛选 那为什么要去筛选呢 想一下在开发过程中 我们需要有一些函数去筛选我们的一个数据 像我们可以让这个数据变成大写 或让这个数据变成小写 那在这个日常开发过程中 都是需要用到的 所以说我们VoE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字段 叫做Filters去筛选我们的数据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筛选是怎么做的 也是用一个例子去看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是第七页客的 VoE lesson 7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创建一个index.html 去写这个例子 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熟练的东西了 我们就快点讲 还是我们就先引入我们的VoE 把这个VoE给它放到里面去 然后呢 是不是还是得写一个DIV 这个DIV我们还是ID叫做APP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再写一个数据的标签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 VoE的实力去控制这端到我们接点 我们拥有一个VoE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EL EL写一个APP 告诉我们这个VoE实力去控制我们这个 到我们接点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它就变成一个 给它们模板在这里面就可以用一些VoE的预法 像什么双大网号啊 像一些指定啊 我们都以前都讲过了 那它在底层是不是还有一个数据绑定 当然都是底层实践的 用Site和Gate 那么底层实践的话 我们一改变的数据 它就重新训练我们的DUM 这都非常非常智能的 非常非常好用啊 那么如果同学对这个底层有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帮我们竞接班 这期班里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底层给拆开 大家都给灌输到你们到脑子当中去 OK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归回来啊 然后在这里面写个Date 然后在这里面写个什么 写一个Message数据 然后叫做Hello World OK 然后我们说现在 在这里面就可以用这双大号语法 然后再把这Message给写到里面去了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展示 是不是就是一个Hello World 看一下 景爱吧 OK 然后再一刷新 是不是就是Hello World OK 那在这里面写一个Size选择器 我写了一个景了 都无上大影啊 那现在我们接着来看 那现在我们想做什么呢 就写一个Filter 筛选 让把这个Message全部变成一个大写的 那这个怎么做 我们在这里面就写有一个字段 也是在这个过道函数 它是不是会传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个属性叫做Filter 那这都是我们永远给我们规定好的 那它的一个属性值也是一个对象 对象在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这个UpperCase 叫做一个大写 大写的这个筛选 它是一个Function 然后Function它第一个会传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Value 那是不是我们要告诉这个筛选的这个规则 我们要筛选哪个数据啊 所以说我们就会把这个Value给传进去 当然这个Value是它自动传进来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一会就看 看就会看到 它是怎么自动把这数据给它传过来的 那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传过来的Value 进行一个大写啊 所以说我们直接Return 那这个UpCase它删写完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返回值啊 返回什么 我们就应该展示什么 它删写完了 把这返回值返回给我们 那我们就Return这个Value 点上图辞迹 我们首先就用一个图辞迹方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是用户可以传 这个是用户传的 用户可以传一个速度啊 可以传一个对象啊 那它肯定不符合我们要求的 那所以首先我们先给它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那字符串当然可以去大写了 那在这里面就是2UpCase OK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是 把这个我们传过来的字符串进行一个大写 那在这里面怎么用呢 其实用也很简单 那它用既可以在这双大号里面用 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 呃 微刚办的后面是不是也是一个 这双大号里面也是这双大号 只要是这双大号 在ATM里面的这双大号 我们都可以这么使用 那怎么使用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出现 然后在这里面说我们要按这个UpperCase 这个规则去筛选我们这个Message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 这个是不是一个数据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自动去传入到我们这个UpperCase的第一个参数里面去 然后并且返回一个值给它展示到这上面去 OK 这就是我们的Filter用法 是不是也很简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全部变成一个大写了 Hello World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UpperCase的一个基础用法 那当然它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用法 那在这里面这UpperCase它还会传第二参数 第二参数我们在里面就传 是否 First 是否是第一个 World的吗 是否是第一个单词 那我们是有可能就是有个需求 就把第一个单词变成一个大写 剩下的全部不变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如果它传了这个isFirstWord 是不是它传了这个 它如果是tru的话 我们就是把第一个字母连上大写 如果它传的是false的话 不传的话 不传的话是安妮范 那是不是也是false 那它就是让它去整体的变成一个大写 OK 那我们首先 如果它是一个isFirstWord的话 我们就把第一个 那如果不是呢 else 我们在这里面reter的是它 OK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在这个if里面 我们应该写什么所谓操作呢 是不是我们要把第一个大字母给它提出来 把它变成大写 剩下的字母不动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是reter reter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一个网络操作 那首先是不是我们 value value是一个用户传过来一个参数 这参数可能是一个数字 也可能是一个字母串 或者是一个对象 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给它变成一个字母串啊 跟我们这value的图子运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为了好方便操作 我们就是在上面把这个value 就把它变成一个字母串了 所以说在上面我们把它粗子运 那下面是不是就不用调整的粗子运了 这个value就已经是变化完字母串的一个value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首先提取在第一字母串的第一个材数 是我们有一个字母串 有个方法 有个xat 我们写个0 是不是就第一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是我们要给它变成一个大写的 所以说to upcase一下 一直行 就OK了 那是不是剩下的我们要给它拼接起来啊 拼接到我们的后面 剩下的除了第一个字母我们不动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用一个value点上一个slice方法 slice方法是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写个1 是不是剩下的就不动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使啊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刷新一下 我们是不是还是Hello World的 因为我们是不是没有传第二个参数 是否是第一个单词这个参数我们没有传 那怎么传这个true而false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这upcase本质上是不是一个函数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写成一个函数执行的形式 并且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传参 我们如果传true的话 其实它就是传到我们这个upcase的第二个参数里面去 因为第一个参数是谁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横线前面的这个数据 是我们的第一个参数 第二参数还是你在这个upcase这个函数里面传参数 它就会传到这个真实函数的第二参数里面去 如果我们传true的话 是不是它就会走这个逻辑操作 如果我们什么都传 那肯定是andifan andifan也是一个false 它就会走else那个逻辑操作 或者是你直接传一个filefalse的话 它也是走else那个逻辑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传一个tru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只有第一个字母变成一个大型 剩下字母说的都不变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我们这个filter已经讲完了 这就是怎么去筛选一个数据 怎么把这个筛选数据写成一个函数 并且怎么去使用它 怎么去传一个参数 那么还是我们要用一个例子去练习它 获取活用吧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首先得先创建一个文件 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还是练习 rexs.atml ok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创建这atml 在这里面还是把这atml股价给写出来啊 很简单 ok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首先是不是引用我们的vue啊 把这个vue给引用进来 然后呢 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div作为一个根据点 让它我们把vue实例给挂到到上面去 然后写一个sweet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vue实例 你有一个view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一个购乱函数 购乱函数我们传一个对象 作为一个参数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有el这个属性 el属性我们通过s选择器 可以选择我们盗目地点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控制的一个atml模板 那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用atml的vue的一些语法了 ok 那这个架构已经打起来了 那我们首先说两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 就是假如说我们有个数据 data 数据有什么呢 他就message 就是hollow word了 ok 你给任何一个数据都ok 那我们就是一个一句话 hollow word了 ok 那这句话之后 我们是可以给他通过voe的语法 给他输出到这个div里面去 说双大号语法 然后我们写一个message 说他就会渲染成一个什么 hollow word了 这是不是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想让他鼠标悬停到几秒之后 让他去显示这个hollow word了 是不是就是有一个title属性啊 title属性是我们也想绑进这个数据 所以说得用v杠半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可以写一个v杠半的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title 然后再写一个message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是不是hollow word了 因为他在里面给他绑定一个数据了 那我们现在不仅仅想让他渲染 这个hollow word了 就是我们鼠标渲染到这 我们想让每一个单词都大写 让hollow大写 让word也大写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用filters 去做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需求 那第二个需求呢 我们还是写一个div 然后在里面我们还是输出这个message 只不过这个message 我们用一个筛选之后 让他把这个空格给去掉 现在是不是hollow word了 但我现在想不想要这个空格 那这样的话 就是第二个我们的一个要求 那现在你们就是把视频三零一下 还是自己写一下 写完了之后再去看这个视频 然后看一下 跟你的思路哪块有不一样呢 然后及时的去纠正 ok 那么等我们一会再见 ok 那我希望大家都已经写完了 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两个需求怎么做 那现在我们还是 说得写一个filters 我们要筛选嘛 然后在里面是对象 对象是不是一个建制队的形式 就是数秀名 就是这个筛选的一个名字 数秀值呢 就是筛选的一些楼梯操作 那里面我们就要做一个up first 对吧 第一个word up 对吧 大写 ok 那这个函数的名字我们起完了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在里面接触一个突然数 叫做一个value 说我们去筛选的话 会把往这里面去传值 它是自动传的 假如说我们想筛选这个 是不是直接就是 写个杠 然后first wordup 那他就会把这个message这个值给传到这里面去 是不是就这样的事了 那么现在我们在里面因为这个v-1的title 是不是后面也是一个js的法式 双双号里面也是一个js的法式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用一个这个短线线 这个在这里面也可以用一个数线线 当做我们一个筛选的一个条件 ok 那在这里面首先是我们得把value进行一个处理啊 value是不是得是一个字路串啊 所以说得图词军一下 ok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现在是不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句话的所有的一个单词都给提许出来 那假如说他现在有两个单词 那我们说可以给他提许出一个新的数组啊 就是说我们word一个ring等于这个value点上一个什么 点上一个split 对吧 然后通过什么去给他区分 是不是通过这空格 那假如说我们有三个单词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有一个三个元素的数组 那如果我们有两个单词的话 就是两个元素的数组 把它变成一个数组 然后是不是数组可以循环啊 循环我们就用map进行一个循环 map是不是我们循环的每一项都会进行一个螺翼操作 那在这里面map里面去写一个回答函数 回答函数的一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我们当前循环的这个值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叫做一个value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个值的一个呃 这个值是不是这个每一个单词啊 每一个单词我们都让他收写字母大写 所以说我们return这个value点上一个xat0然后点toupcase 是不是就是让我们第一个大写字母让一个第一个字母大写 然后剩下呢是不是不变啊 所以说value点上一个slice 然后一个e就OK了 剩下的一个不变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得到的一个新的数据啊 因为map会反过一个新的数据 那我们就用一个变量给他接受一下 那这个新的数据之后 我们说把这个数据的每一个元素的一个字母都变成一个字母都大写了 那现在是不是我们要把它给拼接一下 拼接成一个字母串 他最后是不是还得输出一个字母串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return一个 你有一个re点上一个转 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字母串 把数据变成一个字母串 是不是中间用一个空格给连接起来 就是我们以前要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是啊 一刷新 然后我们把鼠标放到这 会发现是不是hellover的 每一个单词是不是都变成一个大写的 那这就是一个filter 我们现在的一个需求 那么第二个再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空格给去掉啊 所以说第二个filter我们叫remove remove一个space OK 去删除这个空格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他也是把这个value给他放在这里面去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直接return了 首先这个value我们还是得给它变成一个数字运 因为用户可能传任意的一个值来 我们还是得先把它变成字母串 然后呢 我们用split replace 是不是我们可以代替啊 用正的表现式 是不是把空格给代替成一个空的字母串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用正的匹配 匹配空格 是不是这样就是匹配空格了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写的一个空格 那他会匹配一个空格吧 那可能我们这一个字母串里面有好多空格 那你写一个什么 写个这 说匹配所有的一个空格 把空格都变成什么 都变成一个空的字母串 是不是他就是把这个空格给去掉掉 我们来看一下好报式啊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得用这个规则去选啊 就叫做一个remove 一个space OK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看报式 哎 报式 看他有没有报错 哎 报错了 哎 removespace 是不是写错了 好 这里面写错了 OK 然后再刷新一下 哎 是不是 他的空格就已经取消了 那这个空格已经取消 那假如说我们想 先把它变成一个大写的 每个字 每个单词的字 手字母都变成大写的 然后再把它一个空格去掉 那你在这里面就是 可以多写多个的一个筛选 那么首先筛选第一个字母 变成大写 然后再把空格取消掉 那这个你一定要按顺序 他首先会执行这个操作 执行完这个操作 他是不是会返回一个字母串 那他返回一个字母串 再进行一个这个筛选 所以说这个是按顺序来的 咱们来看一下 说一下 是不是首先 我们把这个hello world 变成一个hello world 把中间有个空格 然后再把这个空格也删了 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空格 这个顺序给调换一下 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只有 第一个字母变成大写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说首先取消空格了 取消空格就是hello world 一个单词了 然后呢 他再把一个单词的一个手字母 变成大写了 所以说就变成这样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练习啊 那这个filter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 我们前单前一课学的指令 是不是都是用于做一些逻辑操作 我们不管学的filter也好 master也好 是不是都是一个逻辑操作 那在写业业曼的过程中 不可能仅仅写逻辑 是我们还要写一些css的样式啊 那css的样式 我们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动态的切换 把一个背景颜色从红色变成一个黄色 这都是非常非常可能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voe也给我们做了一些操作 让我们可以去动态的改变我们的一个样式 那它主要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一个方式 第一种就是通过内量的时候写一个style style你可以去通过一些变量的一个数据绑径 让它去自动的切换它的样式 还有一个就是class class是我们可以通过切换不同的一个类样 来达到我们切换不同的一个样式的效果 那我们首先就来先看一下style 这种内量样式是怎么去写的 那在这里面还是我们得创建一个 indad2.atml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还是得把这个股价给写出来啊 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事情了 那在这里面还是得写一个dv 然后写一个id等于一个app ok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创建一个vue的实例 然后你有一个view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写一个el属性 让我们这个vue实例去挂载到这个atml上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atml模板 在这里面就可以用vue的一些语法了 那这个都不多说了 然后现在我们说假如说有一个div div是不是可能有一个style属性 属性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些样式啊 说写一些size的属性 我们就是高和宽都是200像素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哎 现在是效果看不来 因为它没有变样颜色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还想给它一个动态的属性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想给它一个动态的style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如果想让一个属性去绑定一个变量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一个v-band的呀 对吧 然后band这个style 那在这里面同学就有疑问了 那如果我们写一个v-band的style 还是写一个style 它俩是不是会冲突啊 那当然是不会的 它俩会 vue会自动的把它给融合到一起 最后在html显示当中肯定只是有一个style 然后把它俩的一个style和v-band的style 给它融合到一起的一个样式 ok 那在这里面 v-band了之后 后面是不是写的是一个GS的表达式 那GS表达式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对象 对象是不是一个GS表达式 对吧 是一个GS的一个类型结构 那在这里面对象是个剑制队 那么我们的属性名是什么呢 属性名就是我们这个样式的size属性的名字 那假如说我们写个bag-on-color 那你看一下 bag-on-color我是这么写的 给它是不是添加一个字不算 当然在这里面 如果你外边用的是一个小括号 你里面用的就 外边用的是一个单引号 你里面就得用一个双引号 如果外面用一个双引号 你里面就用单引号 这是必须要分开的 理念这点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在这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对象是不是一个 对象的一个属性名是一个字不串 那如果你直接写一个bag-on-color的话 它是不认的 所以说你给它一个字不串 或者呢 如果你在这个GS里面去写CS的样式的话 可以写一个托风式 也是可以的 这两种方式都OK 那后面是我们可以给的样式叫做blue 那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外面打开一个新的ATML 是不是一个蓝色的 那假设我们变成一个red 是不是红色的 当然这个朋友就说 那你如果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你直接给它写在这个style里面 也是OK的 因为这个red和blue就是写死的 那当然我们不是这么去操作的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想让它去动态的改变 我们是不是想在这块去写一个变量 然后如果说变量是red的话 我们就是红色 如果变量是blue的话 就是一个蓝色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变量值 改变这个样式 OK 那所以说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数据data 那数据data 我们说可以写一个color数据 然后在里面写个red 那我们在里面就不绑定一个字符串了 我们在里面写一个color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GS6R 是不是你写一个对象的时候 可以数据名是一个名字 数据值呢 说可以是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color就是这个red 那么来试一下 是红色 那假如说在里面我们变成了一个黄色 我们邓哥非常喜欢的颜色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数据就变黄了 OK 那我们这个也就完成了一个数据绑定 如果你改变这color的值 它就会跟着改变 那么可以在里面去试验一下 我们假如说有个button button我们就叫做一个change 去改变 然后在这里面是我们可以写一个点击事件 是不是onclick 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那点击事件的名字就叫做一个change 无所谓啊 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OK 那change是我们得在这个message里面去定义啊 change OK 然后写一个function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想 如果这个list的color是一个yellow的话 哎 当当于这个yellow这个数据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红色 那反过来呢 如果它是红色呢 是我们就让它变成一个黄色 比如说我们点一个按钮 它就是红黄进入一个情况 这点color就是等于一个yellow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 在这里面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哎 现在是不是一个黄色 我们change一下 说变成红色 再change一下就变成黄色 那这就是反映了 它是不是一个数据绑定的 我们改变这个数据 就可以改变这个样式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缺陷啊 你会发现 这块去写了一个对象 那当然现在只绑定了一个size的属性 那如果你想绑定多个 说你就写一个逗画 那后面写什么boulder radius 说当然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你就可以往后写 那在这里面 如果很多过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vignoban的后面style 就绑定很多很多的属性 是非常非常难以阅读的 并且是很难去书写的 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些书写和阅读上的困难 那如果我们想要写很多很多的一个属性的话 你最好给它提取成什么 给它提取成一个变量版 我们在js里面去写 那我们这js的一个data就绑定 叫一个style ok 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就可以摆bar ground color 然后可以写到这里面去 ok 然后我们假如写一个ride 然后我们想把这个style 给放到这里 是不是就相当于在这块写了一个对象 那在这里面 如果你写多个属性的话 是不是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那在这里面 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们一刷新 是不是红色的 说明是不是它在这里面 绑定上这个对象了 ok 那假如说你想要一个数据绑定 说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不想写一个ride 直接写死里上一个红色 因为如果你直接写死里上一个红色 因为如果你直接写死里上一个红色 你直接在这里面写sky 我就ok了 没有必要再写一个变量了 那在这里面 你不能使用这个less 给它color 因为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这数据里面能有less 数据里面 它是没有这个less的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方法里面 去获取这个less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点击这个change的时候 它数据是不是已经绑定到上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特意通过less 点上一个color 去获取到这个data里面的数据 但是你在data里面 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没有把我们的数据 给绑定到这atm上面去了 没有绑定到这atm上面去 所以说你在这里面less 它是无效的 你这less在color 它是你干利范 你什么都绑定不上去 我们来试一下 一刷新 它是不是一个空白 说明它什么都没绑定上去 也就是说 你在data里面 是不能使用这less的 那假如说我们非得 依赖于谁呢 这个backer on color 这个size的属性 想依赖这个less的color 这个变量 那我们怎么做 我都说了依赖这个字了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计算属性了 computate的 ok计算属性 是不是 它在这里面 gvoe会检测这个 computate的这个 函数 那函数里面的一些依赖 它都会检测到 它如果这个依赖变了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重新计算一份 然后把它的计算值 给翻回来 那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commute的计算属性 就叫style style 2 1吧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写一个function 然后function 我们是不是 return值 我们return一个对象 这对象就是backer color 然后 less的color 是不是就ok了 那如果这个color 发生变化的话 是不是这个style 1 它就会重新 去 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去重新返回一个值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tyle 1 给帮进到这上面去了 ok 因为我们这个compute里面的计算属性 跟我们这个data里面的一个用法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把style1写到里面去就ok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 反正style去掉 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吃 一条新 是不是黄色 一change红色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还是绑定了一个zs.color 通过绑定数据的方式 只不过 如果你在js里面去绑定数据的话 你通过什么 得通过一个计算属性 去依赖它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那假如说我们的计算属性 是不是有很多个呀 那这个style1 它会return一个对象 那假如说我有个style2 它也return一个对象 return的2 然后它也是一个函数 然后在这里面也是一个 对象属性 我们return一个对象 对象我们就叫做一个 bow的 radius 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 实像素 诶 像素 ok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 在这里面我们既想要这个style1 return的这个对象 也想要style2 return的对象 当然这个return2里面 我们没有依赖什么 没有依赖一个数据 当然你也可以去依赖一个数据 在这里面我就不写了 因为依赖数据的话 你在这里面会绑进一个数据 然后你还得改变这数据 比较麻烦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直接 就给它绑进一个实像素 就ok了 那现在 我们想把这个style1 也绑进到这上面去 style2也绑进到上面去 那这样的话 你就得写一个数读了 然后style1 是不是一个对象 那数读的每一项 都可以是一个对象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写一个style2 那当然 如果在后面再添加一个对象 也是可以的 对象里面加上说 还有一个height 然后有一个300像素 那么这样也是ok的 那这个就是 你可以无限往后面去添加一个对象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好包式 刷新一下 然后实像素 是不是太少了 style2 100像素 刷新 诶 没过来啊 看一下 被绑进到上面去 我们包的 诶 包的写错了 你刷新 诶 是不是就是一个圆了 那如果我们改成一个实像素 诶 诶是不是就是一些一点点的一个圆角 应该能看出来 比如说这样 就可以绑定多个一个style 多个对象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style 微钢半的一个style的几个基本用法 它的底层会把这个微钢半的和style 微钢半style和style进行一个融合 并最后生成一个style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看到 是不是只有一个style 而且在这里面它是一个数据绑定 那这就是达到了我们去改变一个数据 从而改变我们的样式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通过动态的去改变我们的class 也就是类来改变我们的样式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怎么通过动态改变的内联样式 也就是style去改变我们的一个效果 那么还有一个 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通过改变class 来去改变我们的一个效果 那在这里面还是有例子来说明了 在这里面有一个indance3.atml 然后剩下的我们的大架子还是给它搭起来 在这里面还是 就把这个给移入进来 留意 然后写一个dome节点 当做一个挂载点 然后再写一个square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new view 去创建一个vue实例 并且给挂在了刚刚才那个dome节点上面去 我们一眼二景爱吧 OK打完了 那现在假如说我们有一些样式 样式是不是我们通过改变一个类啊 所以说我们有写出许多的style 那style首先就是shape 我们写一些正方形啊 圆形这些形状 那首先 我们是不是让这个形状都是150像素乘以150像素啊 所以说 在这里面再写一个vice也是150像素 然后再写一个float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left 就让它成为一行 然后还有一个margin 一个10 让它们两两分开啊 然后现在我们还有几个类 首先还有一个叫做circle的类 OK圈嘛 圆圆类我们就是一个background color 首先给它一个红色 然后再给它一个 border radius 给它一个50% 是不是就是一个圈啊 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叫做.circle 哎 方形 方形就是background 给它一个blue就OK了 OK 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写完了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有几个类 那假如说我写了一个div 那假如说div 在这里面给了一个shapeclass 给一个shape 然后再给一个circle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形状 打开我们的一个订阅机 哎 是不是一个圆啊 那假如说我把这个circle变成了一个sqare 方形 那它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方块 OK 那我们说现在就是toy通过改变类 来改变什么 改变我们的样式 那我们通过改变类有两种方式这个类 第一种是我们可以隐藏 或者去显示这个类 比如说假如说这个类隐藏是一个效果 显示是一个效果 那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转换一个类名 从一个square这个类名 转换成circle这个类名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圆形 那从circle转换成一个方块呢 就转换这个类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转换类名 去转换我们的样式 它可以通过显示或隐藏这个类 来展示一些效果 OK 那我们先说第一种 第一种什么呢 就是通过显示或者隐藏这个类 来改变我们的效果 OK 那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数据啊 那在这里面肯定还是通过数据来启动的 data数据 那data数据 我们有一个shapes shapes 然后它是一个数组 数组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对象 然后is wrong的 等于一个tool 它是不是一个圈吗 第一个就是一个圈 然后再来一个is wrong的 等于一个false 那它就不是一个圈 比如说这个 我们数组里面有两个对象 每一个对象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形状 第一个形状是一个圈 第二个形状不是一个圈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就给 借助v-fal去渲染这两个数据啊 渲染这数组的两个元素 从而把它渲染成两个div 那在里面我们写一下啊 div是我们v-fal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是写上这个shapes 印象这个shapes ok 是不是就是循环这个数组 数组的每一项叫做shape 那数组的每一项 是不是都是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就是一个形状 那我们形状 是不是肯定都会有一个class 叫做一个shape这个class 不管是方形还是圆形 都会有shape这个class ok 这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 根据不同的形状去渲染不同类啊 是不是根据这个s wrong的数据 那在里面我们就是v-bund了 看好了 v-bundclass 那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v-bundstyle 的一个用法是一样的 那后面是不是就可以写一些 js表达式了 那这台js表达式 还是首先可以写成一个对象 那对象是不是也是一个见证对啊 属性名是什么 属性名就是这个类的名字 那我们是不是有circle这个类啊 circle这个类 那后面呢 后面是一个表达式 也就是说 这circle后面这个 这个是一个类名 后面就是一个表达式 如果后面这表达式处的话 它就显示circle这个类 如果这个表达式是false的话 它就不显示circle这个类 那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就根据谁来啊 shape是不是这个数据 shape数据是不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is wrong的这个属性 如果is wrong的是处的话 是不是它是一个圆形 如果is wrong的是false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方形 那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圆 并且它是不是应该选 渲染的是两个档母 来看一下档母基点啊 是不是这是一个档母 这是两个档母 只不过这个档母 是不是没有circle这个类 因为第二个的一个数据 is wrong的是不是一个false 那我们如果是false的话 我们应该渲染什么 是不是渲染一个方形啊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 对象是说可以写很多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方形 然后fe shape 点上一个is wrong的 也就是说is wrong的是一个false的时候 我们说显示方形 is wrong的是处的话 我们显示圆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种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圆形 一个方形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用法怎么用 是我们为刚办的一个class class后面说写的是一个 指令后面写的是js比较是 js比较是一个对象 对象是不是一个属性名和属性值 建制对的形式 属性名是什么呢 属性名就是我们类的名字 我们要显示circle 或者是一个方形 或者是一个圆形 那么这个类的名字 根据什么显示呢 我们根据数据 数据是处的话 比如说这个shape is wrong的是处的话 就显示圆形 如果是false的话 是不是就显示一个方形 OK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 说的第一种情况 通过去隐藏或显示一些类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是不是 第一个我们隐藏了 这个方形这个类 第二次我们隐形的 这个圆形这个类 是不是只显示一个类 那通过true或者false 来给它改变 那我们就得到了这种效果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如果想要 第二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 是不是我们可以改变 类的名字呀 类的名字 那想要说我们现在 不写这个is wrong的了 我们就要做一个shape shape 然后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circle OK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方形 OK 那这就是圆形和方形 那现在我们就不通过一个对象去展示了 它通过什么 通过一个数组 通过一个数组 数组的每一项都是一个变量 那我们就是shape shape是不是我们这个对象 然后它里面是不是有个属性 叫做shape OK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那在这里面 这也是一个shape 就没改过来 让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一个方形 一个圆形 只不过现在是不是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这shape的一个值 来达到改变什么 达到改变我们的一个样式的一个效果 那形状是不是有很多种啊 那除了一个圆形 还有方形 我们还可以写什么形呢 三角形对吧 我们写一个triangle 三角形 三角形 我们是不是用border去画 所以说我们就是 wise和一个head都是一个零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是正常的荷蒙形 还记得正常的荷蒙形和怪异文式荷蒙形吧 如果不记得的话 还是看我们的一个css和 你搜独义教育 css和atmrton里面都有详细的一个讲解啊 OK triangle我们在这里面用border 画的话 我们就是wise hat都是零 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上三角和下三角啊 所以说我们写一个上三角 getup 我们就是border 一个left和right 是不是都是应该是一个transparent 是一个透明的 我们solid的 然后写一个transparent OK 然后right是不是也这样了 然后上三角是不是应该用什么画 用border画 OK border应该是150 50像素solid的给它一个颜色 orange 那这样的话就是上三角的一个 orange的颜色 然后down呢 是我们再写一个下三角 然后下三角的一个左右也都是我们的一个parent transform 一个transparent的 它是一个透明的 那只不过上下下三角应该用上border top去画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green OK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试一下 一刷新 是不是发现什么都没有啊 因为在这里面说我们没有写数据啊 那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写两个对象就写是两个数据 那我们再写这个shape就是什么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train angle 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份 是不是都是一个三角形 我们刷新一下 会发现是不是多了两个div 只不过两个div 是不是都是train angle 这个class 那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首先把这个shape 这个属性给当做一个class给它渲染起来了 那我们会根据这个shape的属性去渲染不同的一个class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是不是还需要渲染一个新的一个lay啊 要不然就是up 要不然就是一个down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再给它一个属性 叫做一个direction OK 是不是一个方向啊 它是up 这样它就是一个down OK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方向 做什么 是不是根据这个方向给它一个lay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后面的数组还可以写一个表达式 那我们这在这里面就用三部认算符 如果shape shape是什么 是不是shape就代表这个地下 这个知道吧 因为我们循环的就是shape shape 我们是不是有个direction 如果它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是加载shape.direction这个lay 如果没有呢 没有的话是不是就加载一个空 是不是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使啊 一刷新 是不是这两个有那类吗 数没有 所以说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是给它一个空 空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lay 如果这个 这下面这两个三点有的话 是不是就是给它一个up 给它一个down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都渲染出来了 比如说多个的话 我们就是在数组后面加一个多号 往后去写多个lay 都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渲染啊 那现在这种两个方式我们都说完了 第一种方式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隐藏 或者显示一个lay 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切换的效果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改变这个lay的类型 是不是改变class的一个名字 我们改变这个圆啊 改变这个方形 或者改变这三角形 从改变我们这个样式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来给结合起来使用啊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写了一个数组 数组如果我们写成这样的话 是不是它渲染的是一个变量 是如果这个变量是circle的话 它就是一个圆形 如果是这个变量是一个triangle的话 它就是一个三角形 那也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这里面写一个什么 既然它是一个数组的话 我们还可以写一个对象 那对象如果写一个lay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lay的隐藏 或者显示来达到不同的效果 那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lay 这个lay叫做什么呢 叫做animation 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什么 去做一个动画 那动画我们在这里面就写一个animation吧 那就是写一个 写一个它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写一个kforwards 它的一个函数名字就叫它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从0%到100%啊 那0%我们写什么呢 我们写上一个transform 一个 它我们是0.3所放对吧 然后我们到版上转呢 就是 1了 一个 1就ok了 对啊 那我们假如说 有这个animation的话 在这里面没写完啊 1.0秒 就给它一个秒数 然后再写一个它的函数 我们就是easyout就ok了 那现在我们如果给了animation这个函数的话 这个lay的话说明什么 说明它有这个样式 那么它就有动画的一个缩放效果 如果没给的话 它说就没有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 假如说circle我们想让它缩放的话 我们说可以写一个animation 写一个处 对吧 然后我们想着这up的话 我们也给一个animation处 那如果它是处的话 我们就让它显示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结合起来去写吧 那结合的话是不是就是写一个animation 这个lay 这个lay什么时候有呢 是不是就是 shape pop.animation ok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他俩就是有一个动画的效果了 能力啊 就是我们把刚才学的两个 一个通过隐藏或者显示lay 初或者false的来改变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改变这个lay的一个名字来改变效果 那么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只要写在一个速度里面去就ok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lay的一个定义 不管是用style也好 不管是用class也好 我们都是通过v缸半的去动态的绑定一些数据 数据改变的话 什么就改变了 是我们的一个样式就改变了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voe的一个基础啊 那voe基础我们在最后提一点啊 那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我们会用到大量的一个v缸半的和v缸半 因为我们去绑定一个属性或者是写一个事件 那个方式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说为了简写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voe给我们提供了两种简写方式 一个就是v缸半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写一个冒号 就跟这个v缸半的是一样的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试一下 你刷新一下 说还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v缸半的 你可以省略这个v缸半的 直接写个冒号 就相当于v缸半的一个冒号了 那么我们再找有没有一个 点击时间 那点击时间v缸半的话 我们可以把v缸半冒号都去掉 写一个at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是第二个 OK 我们一刷新 change还是好使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写一个at的话 它就是v缸半一个冒号 那这就是两个简写啊 因为我们用到一个v缸半的和v缸半的一个情况很多 那以后我用这个简写的形式 大家也不要懵啊 就是一个简写形式 就是它也识别这个操作符 那么这就是整个我们的一个voe基础了 说我们把voe的基础讲得很详细啊 什么指令都讲了 然后在日常的一个开发过程中 我们也都讲了 应该怎么去使用 那么这些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接下来这一阶段就完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个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叫做组件 因为我们这个voe主要就是两大天性 第一个就是数据绑定 我们通过数据去操作我们的atm版 不是通过一个atm的 它底层肯定也是通过atm去写的 只不过在这个使用voe的过程中 我们直接操作数据 就可以操作这个atm 对吧 那么第二个就是组件化开发 组件化开发 我会解释一下它有什么好处 那么等下一阶段 我希望再能跟你 跟你们一起去学习这个voe啊